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是项链类的东西吧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要打破真结局或者是好结局的关键 然后真结局好结局我在想它的分别应该就是我们有没有拿到男主角的围巾吧 嗯那因为既然我这一话已经有拿到男主角的围巾了 那我应该这一话就是以真结局为目标 那其实我们上一话的普通结局 它还有普通结局的第二种就是我们没有拿到围巾 然后据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啦 就是出去之后脑也不记得 然后连围巾的一点交集也没有 貌似是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我这一集就是必须要绕回观众席 然后就可以处罚真结局的条件吧 那么就是生死追逐战就是这个时候了 深呼吸 好准备 预备 预备 三二一 跑啊 哎呀 好再一次 努力努力不气美不气美 好预备呗 好预备 好预备 聽說是要繞回觀眾席去 可是我也不曉得他說的觀眾席要怎麼繞回去 只能碰碰運氣囉 好 YA 這裡嗎? 喔!等等就這裡 欸!這裡啊 有死 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我原本的座位在哪裡 喔有了有了 喔喔喔喔! 啊! 我原本已經快到了 這到我面前 來讓你不要這樣對我 好 再一次 才不會認輸了 預備 各位 氣 喔! 遊戲遊戲 好! 跑 這原本座位放的一條陌生的掛飾 欸這是陌生的掛飾 好 衝啊 接下來 只要走後台的逃生踢過去就行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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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好好Yous Yousyous 好!Yous 這樣就可以觸發增結局了 欸 得找個對話藏起來 這是我們的 李先生依然被 卡在那糾結的雙臂之間 然後我們的神秘黑髮少女看了一眼就走了 我一直覺得黑髮少女 雖然好像一直在因我們的女主角 但是又不至於要傷害她的那種感覺 看到她對李的態度就知道 她對李幾乎是痛下殺手 可是對安就不知道欸有所保留吧 嗯總之這結局應該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吧 那邊休息 好的那這邊為止都跟我們的普通結局那邊是一樣的 點點點 好那趁著這個劇情的空檔 善兒就來慶祝一下 我們的訂閱人數正式破百人啦 就在李大喊的這個時間點上也要大喊 破一百人啦 謝謝各位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是我的動力 在這個感性的時刻 不管李好像要被夾死了 不過還是謝謝大家這樣子 真的 真的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的動力 好 我們別在這個 這個很很糾結的moment講這種很感性的話 我們繼續劇情嗎 快點給我打開啊 剛才跑的時候沒有注意 也不知道現在自己在哪裡 要是李還在就好了 李啊二人組是不能被拆散的 紙箱子裡面是空的 那這邊為止應該都一樣 好 那 善亞這邊就先跳過 然後等到 進入我們兩個雙 兩個那個 紅桿 紅桿 紅桿跟綠桿都已經裝上之後 我再跳回來 那我們待會見 掰掰 嗨嗨 我回來了 那 這個房間 會特別 蹦出來講的是 事後有大大吐槽說 這邊好像是要讓我找什麼 不一樣的點吧 我也不曉得那個什麼意思 總之 找找看好了 因為沒有像其他的那樣 嗯 聽說 聽說 這房間是要找 不一樣的對稱點 所以 好像就是 從中間這條線 剖開來看 左右兩邊 不大一樣的地方 似乎就是 機關店 我 我居然都沒有發現 結果還是有大大提醒我 我才發現的 好 所以這樣 這樣一看 一知道這樣的謎題 左右兩邊一看 就會發現 這邊是沒有 像對面一樣 擺的機關的 所以 這裡就是 鑰匙的關鍵 上亞上一集 居然在那邊 全部都試過 欸這個是 看起來剛才找到那個很像 紅色擦桿 好 那我綠色擦桿 剛才就已經找到了 然後我們這個時間點 安 呃不是 裡還是被卡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 再安插上去 紅色擦桿 按 然後就會 然後就會 掉 掉 掉 從遠方傳來鐵門的聲音 然後 我還是搞不太清楚 這邊 裡死掉的 的 的原因 的 不是原因啦 契機到底是什麼 因為好像有 好像有兩種就是 我們有 有讓裡死掉 也有讓裡不死掉的 我只是 覺得後來有 獨擋 然後就會發現 你 奇蹟式的復活 恩 好吧 這個部分也搞不太清楚 如果他 如果他的條件真的是 再一次獨擋的話 那就 反正就再一次獨擋嘛 也沒什麼大不起的 好那我們就衝吧 真結局等著我們啦 衝 要進去嗎 暫時不進去 如果我這個時候選的 暫時不進去會怎麼樣呢 欸 喔 門下沒有血的話 那應該代表 我們待會的 裡 應該是不會有事的 好我們衝進去吧 勇往之千 GO 決定了 然後 這一段路就是 讓人心情會有些 沉重的路 深紅色的哭泣表情 要用手把它插去嗎 用手插掉 好 這究竟是 被擦拭的模糊的表情 激透的絕望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真相正在等著我們 啊 院長爺爺說的屍體 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真的只要燒掉就可以了嗎 不可以 果然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什麼也做不到呢 所以我們的李跟二人組 就必須要結合才可以排除萬難 共創真結局的畫面 欸 英雄總是最後才出場的 李 欸 李的對話不一樣了欸 普通結局的時候李是氣喘呼呼的 逃進來的 這邊李好像似乎有話要說 欸 李你怎麼了嗎 你的臉色看上去好像很不好 不 我沒事 欸 我覺得你超有事的欸李 院長 別害怕 是我 是你我才該害怕吧 各種意義來說 原來是院長爺 院長爺爺啊 因為有點擔心你們 所以我還是決定過來看看 結果在路上遇到了他 就和他一起過來了 你對李做了什麼事情啊 你怎麼看起來都很不對勁啊 不過看起來是我就嚇壞了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真是嚇壞嗎 真是被卡到陰了吧 李 李依然沉默不語 李伸手將手上的罐子遞給安 這是 汽油嗎 李依然默默不語 李你到底怎麼了 你到底怎麼了 暫時別管他了 先把惡靈的屍體刷到要緊 院長你果然是在他做什麼事情嗎 可是李他 沒有那麼多可視 時間緊迫 一尾惡靈發現我們就來不及了 超不願意的欸 我明白了 蛤 欸 李到底怎麼了啊 李一整個 李一整個就是 需要收金的感覺 這樣真的就行了嗎 我似乎覺得 叮 我們的項鍊嗎 他在發光嗎 喔 櫃子裡的衣服有些多了呢 整理一下吧 你要在下面的衣服也拿出來整理 整一整吧 嗯 這是 欸 這件衣服是 不是我的呢 中年女性的聲音 安安 啊 媽媽 安安安 在做什麼呢 我在整理衣服呢 不過這裡似乎有一件不是我的衣服 衣服 嗯 嗯 就是這件 在衣櫃下面 呃 在衣櫃的最下面發現的 那個是 媽媽知道這是誰的嗎 這 這是 不過看起來好像我也可以穿的樣子呢 其實呢 這件衣服 是專門留給安安你的喔 不知不覺 安安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呢 應該也能穿了吧 欸 是嗎 好開心 只想現在就穿看看了 媽媽似乎 隱瞞什麼東西 為什麼 明明應該已經全部收起來了呀 果然那件衣服好像有古怪呢 嗯 想不透 欸 這裡是 這裡是哪裡 爸爸 為什麼每一年 爸爸都要來這裡呢 爸爸放了一束鮮花 安 有些事情 爸爸說不出口 爸爸 不過 別擔心 總有一天 爸爸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 嗯 剛才的到底是 難道說 你還在猶豫什麼 快點火 等 等一下 院長爺爺你能不能請先告訴我 這具屍體他生前 到底是誰 生 雖然很陌生 但是我心裡總有一股熟悉的感覺 所以說 能告訴我嗎 院長爺爺所說的惡禮 他生前 到底是誰 嗯 嗯 嗯 真實的 真不讓人睡覺 只要乖乖的按我說的話去做 你就 不會死 呀 反正已經到這裡 那麼 你也沒有用 哼 既然你這麼想知道他是誰 那就讓我在你死之前告訴你好了 哼 哼 但是觀眾已經安全撤離了 火勢也得到了控制 火勢也得到了控制 那就好 其他方面有沒有出現人員受傷 人員受傷目前還沒有 院長 怎麼了 院長 在那邊 有個女孩倒在那邊 什麼 這 院長 這姑娘傷得不輕啊 是不是應該馬上 不 我們劇院剛剛造了一場大火 不能再傳出去任何負面的消息 如果這場大火 完全沒有人員傷亡的報導 這樣我們多少還能挽回一點生育 可是那個姑娘不馬上 不馬上救治的話 管不了那麼多了 這關係到我們劇院的將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先把她抬到地下室去 先把她抬到地下室去 要是有人問起來 就說是失蹤了 在劇院裡沒有看過這樣的女孩 是 我明白了 總之 院長 除去這次火災 善後工作花掉的那些 我們還差不少錢 必須得想想辦法 在短期內湊齊 夠了 啊 我知道了 錢的問題 我會想辦法的 你先出去吧 那麼我先告辭了 唉 說是這麼說 不過 這眼下 尚拿去找這麼多的錢 但是在這種時候不出錢的話 的劇院會 昨天的報紙 有了 就是她 這樣一來的話 錢的問題就能解決了 你這殘忍的人 難怪 你這殘忍的人 那個黑眼 黑髮女孩 她的眼睛會 你這該死了 死院長 你 欸你做了什麼 院長 你到底對人家做了什麼 你這傢伙 院長 你在這裡是 啊 我是 我是來看看那個女孩怎麼樣 現在已經沒有事了 我先走了 啊 好的 啊 對了院長 關於那個女孩 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去看她的時候 她已經死了 是 你去找塊擺 布 蓋在她面上 這件事無論如何 都不能張揚出去 明白了嗎 是 是 嗯哼哼 嗯哼哼 真是多虧了這女孩 我才能保住我的巨人 好殘忍 殘忍 哈哈哈哈 只要是為了這間劇院 這點小事又算什麼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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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等你死了 她也很快就會過去陪你 你...你... 現在我就讓你上路吧 小姑娘 什麼 誰在這裡 不 難道是 啊啊啊啊啊 救命啊 啊啊啊啊啊 你被...被學姐掉了 活該啦 對人家做那麼殘忍的事情 死院長 討厭死你了 所以...所以這個少女到底是 她跟安的關係到底是 嗯 李...李好像醒過來了 喔...太好了你沒有事 放心啊 我好喜歡李喔 這裡是... 欸 又是你 你想對安做什麼 好帥有沒有 問號問號同學表示 瞬移 什麼 安 你沒事吧 我... 欸 等一下 安安 我已經... 我已經... 猜到你是誰了 因為看到了這個 於是... 感覺到了什麼 所以... 所以不要再討了 你... 不會傷害我的 對吧 對不起 如果... 如果我能早一點想起來的話 就不會被院長欺騙了 竟然還想要燒掉你的...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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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下頭像的馬賽克消失了 然後... 我發現... 跟... 跟女主角長得超像的 天啊... 他們...他們兩個到底是... 姊姊... 真的是姊姊... 姊姊... 什麼... 他是姊姊嗎... 是... 安的姊姊... 太好了... 我還以為你... 永遠都不會想起來了... 真是... 太好了... 所以... 所以他們是... 他是姊姊... 他是安的姊姊... 欸... 所以...所以打從一開始... 那個姊姊就是... 就是要幫安的嗎... 姊姊... 天啊... 我突然想起我們的... Bandie... 我們第一個回收的Bandie... 那個... 那個什麼... 你的家和我的家... 我們好像就是因為安團講出了... 你跟那些惡靈是一樣的對不對... 然後... 然後剛才那個姊姊的靈魂才突然發飆了... 喔... 原來如此... 安安... 止不住的淚水啊... 我認得這間掛飾... 她和我生日在聽媽媽送給我的那個... 一模一樣... 爸爸曾經說過... 只要帶著她... 我們就會... 平平安安的... 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竟然沒有能好好記著... 都是我的不好... 都是我的錯... 安安... 我知道的... 姐姐一定很恨我吧... 因為我把姊姊的事情忘記了... 直到最後... 我連姊姊的名字... 都沒有能知道... 一直以來... 都是我一個人獨佔了爸爸媽媽的愛... 所以姊姊她... 一定很恨我吧... 比起任何人都... 更討厭我吧... 這樣的我... 簡直... 不是這樣的喔... 安安... 你的姊姊直到現在... 還留在這裡的理由... 就是安安你喔... 欸... 就算是已經死了... 就算再也得不到父母的愛... 你姊姊還是選擇留在這裡... 僅僅只是為了再見到你... 那個十多年前... 還什麼都不懂得面美你... 一命而已... 可是... 為什麼... 姊姊她明明要... 我想... 也許我們之前誤會了... 為什麼追擊我們的怪物會自己離開... 為什麼你的姊姊沒有傷害我們... 以及... 為什麼... 我們現在還活著... 如果把這些都解釋為... 其實... 其實是你姊姊在幫我們的話... 那麼一切都說得通了... 姊姊她... 一路上姊姊她都在幫助我... 雖然... 我們... 一直覺得好像是... 在阻擾我們... 可是其實都是在... 告訴我們說... 外面有惡靈... 是這個意思嗎... 噢... 一切都說通了... 姊姊... 雖然這裡還是很危險... 不過... 唉... 至少和她道個別吧... 我在門口等妳... 安...默默地祈禱著... 希望姊姊能夠... 將... 她的思念... 中... 寄... 寄託在項鍊中... 這條項鍊... 就是她們的回憶... 她們的紀念... 她們的... 牽掛... 安... 深深地祈禱著... 我親愛的... 再見了... 我親愛的... 姐姐... 好... 嘩... 這就是我們的... 真... 真...結...局... 呃... 怎麼說呢... 好沉重喔... 其實隱約有覺得說... 那個惡靈應該就是跟安世有關係的... 可是沒有想到說會是她的結局... 恩... 然後那個院長... 她被學姊掉我... 我完全一點感受都沒有... 我覺得她活該... 雖然她也是為了劇院好... 但是... 這個結果... 居然... 居然為了... 居然為了賺錢而... 對這樣的女生做這樣的事情... 還是... 還是不能夠原諒... 院長你去死吧... 她也真是死了... 蛤... 兩人... 平安的離開了劇院... 喔... 好像... 欸... 回來了嗎... 欸... 換我動了... 欸... 現在這邊是不能夠開選單的... 欸... 這裡... 欸...也不能... 喔...可以對話... 劇院職員... 演出已經結束了... 請您從出口處離開演出大廳... 喔... 隨便進去太失禮了... 所以... 我們這邊是回... 演出已經結束了... 請從出口離開... 我們這邊已經回到... 我們劇院最一開始囉... 欸... 紙張也不能對話... 好... 紙張也... 不能夠... 對話... 這裡應該也是吧... 好... 那我們就... 出去吧... 看看... 是怎麼樣的結果... 喔... 回來了... 擔心死我了... 恰似不許再到處亂跑... 知道嗎... 知道啦...爸爸... 真實... 似乎是找到女兒了呢... 這裡呢... 歡迎光臨... 紀念品店現在已經開放了... 欸... 蛤... 歡迎光臨紀念品店... 請隨便看看... 欸... 欸... 衣著華麗的少女... 好慢呀... 怎麼還沒來... 還沒來誰... 感謝觀看本劇月的演出... 歡迎下次再來... 啊...謝謝... 欸... 可愛的女生... 終於結束了... 演員的表演真是精彩呢... 下次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看就好了... 演出已經結束了... 請您從出口出離開劇院... 欸... 安妮的朋友呢... 他們丟下你了嗎... 特別是最後... 沒想到原來... 她居然是主角的姊姊啊... 真是意外... 欸... 等一下我就追... 追... 暗藏玄機...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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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會我們剛才... 欸... 好妙喔... 所以我們剛才... 我們這整... 整個... 整個遊戲故事的架構就是... 他們看了那場劇院... 根本就是我們親自在演出囉... 老人家... 我也來看一次蠻不錯的呢... 感謝觀看本劇院的演出... 歡迎下次再來... 你呢... 媽媽媽媽媽... 我們回去吧... 別急啊... 你爸爸還沒出來呢... 欸... 我現在從這裡出去嗎...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麼... 這邊可以存檔嗎... 不行... 物品難跳不出來... 我這樣出去會不會... 要不要緊啊... 恩... 好吧... 我去看一下紀念品店好了... 然後... 以及我很... 在意的... 安... 那個李... 李到底在哪裡啊... 不是應該要破面嗎... 新年品玩的喔... 李呢... 欸... 欸... 各位有沒有終於到左上角... 那就是我們的李啊... 是吧... 那個背影... 那個背影就是那個背影... 好... 我們去跟他對話看看... 他先買一個... 恩... 你... 喔... 胖喔... 這樣笑人家王不太好... 恩... 該買哪一個好呢... 選一個帶回去給孫女吧... 好的... 欸... 只能選一個喔... 哈... 又... 李... 恩... 欸... 你是... 啊... 是你啊... 走路不看路爺丫頭... 欸... 你們不記得對方嗎... 欸... 果然是這樣嗎... 那個... 對不起... 你知道我有什麼事嗎... 如果只是來道歉的話就算了... 下次做一點就好... 我... 怎麼了... 突然又不說話了... 我... 只是覺得我們是不是在哪裡... 有見過... 有喔... 就在大廳的入口... 不... 不是的... 我是說... 你想太多了... 恩... 恩... 總... 總之... 沒有就是沒有... 沒別的事情的話就別來打擾我... 啊... 抱歉... 看來是我想多了... 欠... 不對啊... 他剛剛確實喊了... 安... A... 恩... 沒事情的話請回吧... 有事情... 有事情... 李... 是我們啦... 是我啊安啦... 李安啦... 李安啦... 李克恩不能湊在一起就沒有意義了... 欸...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我只能出去了嗎... 快想起來啊... 虧你還記得啊... 都忘掉的話... 不是更輕鬆一些嗎... 欸... 等一下... 李... 李其實是沒有忘記的嗎... 他這個意思是... 他是... 欸... 他... 等一下就一直怎麼回事啊... 我的天啊... 哼... 傻丫頭... 他是... 欸... 他是... 所以李是故意裝作不知道的嗎... 不行... 我好在意... 我要回去... 不行... 我們一定認識的... 我們一定認識的... 你... 你不要裝作不認識我... 我要哭給你看喔... 蛤... 怎麼這樣... 欸... 好過分...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那我現在... 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現在看到這個... 女生就會想到那個斷頭的學姊... 哎呀... 我果然只能從入口出去了嗎... 可是這邊不能存檔啊... 萬一我走錯什麼地方不就慘了... 欸... 好像也只能... 這樣出去了是不是... 好吧... 那就... 離開劇院嗎... 不... 再等等... 我果然覺得不能現在就離開啊...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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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不理我... 哼... 哼... 理不理我... 理他不理我啊... 我能怎麼做... What can I do... What the I... 碰到你... 碰到你... 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沒有啊... 這月都沒有什麼關鍵道具啊... 欸... 啊... 身上還有那個圍巾... 可是... 可是那個圍巾... 那個圍巾有什麼屁用啊... 理他又不看我的腳... 我要伸腳給理... 給理看嗎... 你... 你的圍巾在我腳上啊... 然後抖著腳給他看... 好吧... 也只能離開出口了... 這裡帶給我的感覺... 總覺得有些無法釋懷... 算了... 還是早點回去吧... 爸爸媽媽還在家裡等我呢... 快想起來你腳上的東西... 喂... 那邊的丫頭... 欸... 喔喔喔喔喔... 太好了太好了... 是... 在叫我嗎... 是的... 好帥啊...理... 那個... 請問有什麼事嗎... 也不算什麼重要的事情... 趕快注意到他的腳... 他的腳... 安救出你的美腿... 今天就算了... 下次見面的時候... 記得把圍巾還給我... 喔喔喔喔... 那麼... 再見了... 嘿... 呦... 哎呦... 好帥啊... 我真的好喜歡理喔... 唯... 金... 欸... good ending... 再會的約定... 欸... 欸... 再會的約定... 跟IP好像喔... 可是我... 已經... 好像漏掉了什麼... 我不是要破真結局嗎... 怎麼變好結局... 我漏掉哪裡嗎... 不對啊... 我的... 我的... 腳... 我的腳應該給他... 啊不對... 我的腳上應該有他給我的圍巾啦... 所以我到底漏在哪裡呢... 欸... 不行... 好在意喔... 好吧... 我們這話時間也已經... 超過很多了... 那反正這話也回收了一個好結局... 那就... 真結局... 我覺得我... 好像已經兩話都說我... 這句... 這話要破真結局... 結果都沒有破到... 好吧... 那... 尚雅這次只好再實驗一次... 我們... 下一回... 下一回... 真的要來... 破真結局... 那我們這一話就回收了... 一個好結局... 再會的約定... 那麼... 謝謝各位的觀賞... 我們下一批再見... 掰掰...